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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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从海上往北走一起 许茂才皱着眉头说 那还不如直接坐船到丹州 只是 这要看运气 范贤想了一会儿以后 点头说道 我的运气向来都是学好 黑暗的海面上 离大东山最近的那艘水师船只亮着明灯 努力的与四周的船只保持着联系 海船极大 然而和横跟天地间的大东山比较起来 却是渺小的有些可怜 就像是一张白纸前的一粒绿豆 船上的军士们紧张的注视着海面 似乎是想从海水中找到蛛丝马迹 时不时有人吆喝着什么 还有许多军士手中拿着弓箭 随时准备射小海中 距离石壁上那个人影消失在海浪中 已经过去了许久 从海面上到大东山两侧的陆地上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寻找着范贤的踪迹 根本没有人想到范贤居然会躲在叛军们自己的船上 一身轻便健壮的艳小椅沉默站在船上 身旁的亲兵帮他背着那柄厚重的捆金弓 他自身旁的木岸上取下一杯烈酒一眼而尽 依旧是冷漠的盯着悬崖下的那些浪花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可是他依然相信范贤没有死 虽然范贤中了自己一箭 又被那破浪一箭所射 可燕小椅依然认为范贤没有死 发出号令 命令水师以及岸上的清兵大营们加紧了针基 燕小椅知道范贤受了伤 可他下意识里希望范贤还活着 最好能够活到自己的面前 然后让自己那支箭狠狠地扎进他的喉咙 他很厌恶范贤这个小白俩 痛恨这个小白俩 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独子的死亡 与范贤脱不开干系 一方面是因为那一夜在京都的街巷中 他手持硬弓 却在与范贤的迷雾对峙中落了全盘下方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屈辱 范贤必须死在自己的手上 才能清洗这个屈辱 这一次已经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燕小椅同中闪着力狠的光芒 盯着大东山的石壁一动不动 却想着先前看到的那一幕 让自己震惊的那一幕 那个小白脸居然能从那么高 那么陡 那么平滑的绝壁上溜下来 如果不是燕小椅的境界高妙 眼力惊人 海面上的水师官兵们 绝对不会发现范贤的曾经 只怕范贤借水顿出千里之外 所有的叛军还以为这位年轻的皮斯大人 还被困在山上了 这不是运气的问题 这是实力的问题 燕小椅微微心寒 震惊于范贤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而因为传之与绝壁相隔太远 他的连环十三箭 没有将范贤定在悬崖之上 只是让他受了伤 这个事实让燕小椅难以动容之色 如此强大的敌人 怎么能允许他逃出今夜的必杀之局呢 各船上搜查的如何 燕小椅冷着脸说道 当海中没有找到范贤的踪迹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 那个小子应该是从海水中 潘到了几方的船只上 这次焦州水师遣来的 都是深知内幕的几方人 燕小椅并没有怀疑 焦州水师提督秦义 看了他一眼 一声说道 我在船上 此人是秦家的第二代人物 苏密副使秦衡的堂兄弟 因为去年范贤清查焦州一案 让此人得了机会 接任焦州水师提督一职 此时他既然与燕小椅并排站在传手 秦家的态度自然清楚 小心一些 子子十分贱化 他既然从山上下来 怀里一定带着极重要的东西 如果让他赶回了京都 只怕对长公主殿下 和秦老爷子的计划有极大的影响 秦义应了一声事 他虽是一个从医品的水师提督 但在燕小椅这位超品大都督面前 没有一丝硬气的资格 尤其是此次围杀大东山 各方相互照应 但真正说话有力的还是燕小椅 燕小椅看着面前的海水 忽然皱了皱眉头 说道 我对心 反显从海底上了 没有谁能在海底 闭住呼吸那么久 岸上有大人您的精兵大营 还有东尼城的那些高手 应该不会给他机会的 燕小椅的唇角浮起一丝怪异的笑容 心想那个小白脸 能从数百丈高的绝壁上滑下来 又岂能以常理推断 看出燕小椅的担忧 秦义平缓的说道 明日 罪谁厚日 沿路各州的计划便要开始发动 虽然无法用监察院的名义 但是我们这边的消息要传出去 犯行刺驾 乃是天字第一号的重犯 他怎么跑 燕小椅嘲弄的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什么 谢谢 一般的武将怎么清楚 一位九品强者的实力 如果让对方上了岸 投入茫茫人海 就算朝廷被长公主护认住了 单给范贤一个大大的谋逆名目 谁又能保证 范贤无法入境 范贤如果脱身上岸 肯定会寻找最近的检察院部署 向京都传递消息 虽说周郡各地都有检察院的密探 但他最放心 离他最近的 毫无疑问 是他留在淡州的那些人 秦毅会议 说道 我马上派人去淡州 如果范贤此时在这艘船上听到这番对话 一定恨不得抱着燕小椅亲两口 他在许茂财的船上苦思冥想 如何才能回到淡州自己的船上 料不到燕大都督便给了一个美妙的机会 只是 他为什么要去淡州